又到我们介绍韩国的东西的时候 上一次介绍完东西之后 大家觉得吸引不吸引呢 我就烧着了身边的朋友 今次介绍是什么呢 专攻眼镜头 今次我想介绍这一盒的眼镜头 应该有见开我化妆 或者有时学生跟我出去做职 都有见过我打一盒东西 这盒是我平时出职是必备的 一定用的眼镜头 这一盒是Latural Repubinary 为何喜欢这个颜色呢 大家也会见到 它的盒子打开给大家看 那个颜色很自然 其实有闪的颜色 和Matic的颜色 由浅入深全部都有 唯一我觉得不好就是没有黑色 其他也满足了所有要求和愿望 所以我这盒就出车给你 今次去韩国就看到一盒新的 这盒新的是白色的 其实颜色有少少相似的 对 少少相似 但是这盒 白色这盒 新这盒就是粉红一点的颜色 对 就是夏天 夏天本身的颜色 都不用太深色的 所以今次我就买多一盒新的 我们出去用了 今次的颜色 它都是有一些闪的颜色 闪是多了底格的 其实这里都是闪色 其余那些都是Matic颜色 所以如果我们化妆师出车 因为有时要带很多颜色 你想想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三十颜色 如果单色买三十颜色 我相信会很牙位 但是现在就一个pilot就有了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出去化妆 用韩国牌子的 因为它们一盒里面 都有很多颜色 而且很轻型很薄 那我们出车就不用带那么多 价钱又是不要问了 因为很便宜的 我自己去看看 另外 这个是新的 包装很漂亮 一打开 这颜色也是必买的颜色 有些蝦肉色 粉粉的颜色 有些偏橙色 而且这个很喜欢 我最近很喜欢这颜色 这颜色的角位 偏有少少豆沙红的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很棒 也很吸引我 这个牌子 它本身也出了很多次 这些不同的pilot 我之前也有买过 这次的颜色又更加吸引 除了专业化妆师之外 我相信大家平时化美女妆 即自己化妆 都可以用到这些颜色 而且我觉得包装真的做得很好 像一本书 看出来 那个感觉 正 带出来 被人看着 都好像感觉很良好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備的 另外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大家有留意开我 Facebook Page 或者我们的Fan Page 都有留意过 这个牌子 Apure 这个牌子 其实在云大 和明洞 我都见过 但其他地方 我又不太见了 有什么好呢 因为这个大约二十多元一颗 颜色很多给你选 这个就要单色买了 Pilet的颜色 可能配搭不太好 所以我喜欢单色买的 每一次我去韩国 我都去得很密 我都会请我的朋友 进去看 因为太便宜了 他们都会买很多颜色 像现在我 我正在化的眼妆 这颜色 其实都是Apure 的颜色 Eye Shadow 不义平还是昂贵 总之出来的效果就OK 所以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看看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 也是我非常推介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多个Pilet 但是这个Pilet 就是胭脂 看到跟刚才那个 调配搭吗 就是这个 刚才那个就是 Eye Shadow 这个就是胭脂 它的颜色也很吸引 我其实看到照片 已经很想买的了 但是现在看到真身 都更加想买 因为这些颜色 又是大陆很吸引的颜色 又容易控制 粉质方面 讲质量 如果质量不好的话 我身为专业化妆师 都不会买 但是这个质量 是做得非常好的 我打开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一类的颜色 非常非常吸引 这些颜色 这些颜色应该 平时大家化妆 都是容易用到的颜色 有很多颜色 里面是皮肤白和皮肤身 都可以搭配到的 对了 又烧着大家了 下一次我们就会介绍一些 茶发线 和Creamy状的Eye Shadow 还有一支 我们长期用的全膏笔给大家 记住留意下一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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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